9月21日晚 湖南卫视中秋晚会在长沙录制 景博然 TFBOYS 黄子涛 柳妍 杨玉盈 欧阳娜娜 Eline等参与录制 此前负面成新的黄子涛昨日又被网友爆出 在出席伦敦时装周时迟到 因在开场之后才进场 不得不混进模特的队伍中 边走边找到自己的座位 也有知名博主爆料称 黄子涛已经被该品牌封杀 对于此事 当年黄子涛没有正面回应 而是各种躲避 在最后被逼问下 无奈表示团队会给出一个官方回应 奥特了 此号你今年的活动上面有了很多新的进展 尤其前几天还在国外参加一款时装周 你这一队伦敦之行有什么时候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伦敦之行 你参加VS走校2016的春夏 春夏的大校有什么收获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特别精彩 而且这一次的事件 是我们非常非常关切 非常想知道的 所以想希望你对这个事情 进行一个补运 谢谢 就是特别精彩 然后特别喜欢两天拍的衣服 然后因为我一直在飞机上飞 我是今天晚上才到了 华尔克 上下来之后 我一直在飞机上飞 所以我没有看 就是 都是官方 他会发出消息 官方的声音 谢谢大家 好 这样稍后的时间 我们也希望能够 给大家更多的答案 好吧 谢谢 王辉录制结束之后 9月21日晚23时左右 黄子涛团队方面 就看秀迟道一事 发布声明道歉 黄子涛迟道是事实 我们诚恳地接受各界批评 但不接受 个别有心人士 借此造谣姿势 蓄意诋毁 必要时不排除 采取法律行动 黄子涛工作室 还在声明中 特地讲述了 伦敦时中多的真相 迟道并非蓄意为之 在活动执行对接方面 可能出现了一些差错 导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遇到去活动现场的 沿途道路遭到封闭 虽然黄子涛提前 一个小时出门 仍然遭遇了交通堵塞 最后不得不下车 跑向品牌秀场 而现场入口处 也有不少粉丝聚集 重重因素 使得黄子涛很遗憾 错过了开场 而李荣浩与杨成林 虽然被传恋爱 但二人都从未正面承认过 此前有媒体 更进一步爆料 两人已经领证 当事人均在微博上 予以否认 现场李荣浩被问到 与杨成林秘密领证的消息 他予以否认 但貌似默认了 与杨成林恋爱的事实 之前都说你们两个领证 那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吗 结婚的话 真的没有 从来没有结过 你以前有感情吗 有钱吗 有钱吗 他总不问我 他一起想问我 现在两个人定在一起了吗 他现在在哪呢 他现在在台湾吧 他现在在台湾吧